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对岸 黄埔军校的发源地 所以对岸其实也有要同步举办一些庆祝的活动 所以有传出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退降 也会到对岸去参加活动 所以严德发就讲 经过宣导之后去中国的退伍军人社团并不多 提醒这些人不要违反国安无法与两岸人民条例 这是严德发的说法 另外我们看到退降于北城 最近其实也攻占了新闻版面 因为他跑去我们凤山的陆军官校 就是黄埔军校去拿或者是要求 发给他邀请函 可是在所谓的公开的要求的小编文底下 一大堆人过去骂他或者是跟他有一些批评的话 或者是舌战 所以他被言上了 我们看到这个于北城将军是说 过去其实我都有收到 为什么今年我独独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这个陆军就冷回 感觉很冷啊 回应他说下午是自由参观时间 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只要你手上有身份证 你都能够进来学校里头参观 那外面就讲说 哇塞是这个伤害性不大 可是侮辱性极强啊 就是狠狠的给了于将军一巴掌 可是问题来了 大家知道这个赖总统 现在是我们的总统嘛 那他在6月16号也会去主持 黄埔军校100周年庆 那主事者难道政治这么不正确吗 怎么没有发给于北城 因为于北城现在算是绿营新贵啊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在绿营的这个友台的节目 他经常有他的身影嘛 那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 好像对他也蛮欣赏的 所以你怎么不发邀请函给他呢 那赖清德总统有没有最后 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关头会送暖呢 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呢 在2022年那一天 在这个1月1号那一天 于北城将军收到了一些死亡威胁 在网络上面的 好像有人写信给他 那他就曝出一个心寒的一个想法 他说我好心寒啊 我们国民党的同志 党内同志都没有人关怀我 可是之前他常常骂得很凶的 蔡英文总统啊 书贞昌院长 那时候他们是院长跟总统 特地打电话关心 请警政署书贞打电话关心 所以他对国民党彻底死心 所以这一次赖总统会不会在最后 也送他送暖 这个补发邀请函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于北城将军他也提到了大清律令 为什么 他说啊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在野党警咬王毅川涉嫌 监控人民做政治的侦查 那于北城替王毅川说话 他说电视机前面不能乱讲吗 他在友台的政论节目这样讲 另外我们看到包括 为什么不能在电视机前面乱讲 尤其你是将军啊 这个讲出一些话 如果超出这个军事尝试太多的话 的的确确会暴露我们的缺点 包括我们看到两天前 他在友台政论节目上面讲说 解放军如果进来了台北 到了台湾各个城市来 到底要怎么进去 我告诉你 他们一定会迷路的 你的Google一定连不上 可是就以我们小编好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 我们不是军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岸有所谓的北斗卫星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卫星可以连接 没有Google地图 还是有百度地图 我们当然不希望他登陆 观众朋友不要误会 我们不希望他登陆 如果他一旦登陆 真的会在台北市 或者是在新北市迷路吗 讲这样的话 感觉就有一点不是那么有 尝试好了 不要说军事尝试 不是那么有尝试 更不要提了 我们讲到一发飞弹 截获率是70% 三发是210% 在网络上也一直被 大家拿出来作为一个笑柄 那这样子我们的退降 如果是这样的水准 很多人都说 那仗怎么打呀 这个真的是被对岸 这个看光光了 我们的缺点 另外两岸的关系 当然我们看起来 是越来越糟了 对岸不断有共击 共箭来侵扰 国防部就说了 过去24小时 有监控到19架次的共击 越台海中线 并且我们看到在宜兰 乌石壁东南方 也有中共的054A型的 飞弹护卫舰 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驱离他 他有回应 我们来听听看 你可以看到 这是来自对岸解放军的 一个回应 我们要驱离他 他用这么强硬的方式 回应我们说 24海里的临街区不存在 这个让我们大家 也蛮忧心的 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看到 美国要帮助我们护台抗中吗 拜登总统今天接受了 这个时代 这个Time Magazine的一个访问 时代杂志的访问 他说不排除出兵捍卫台湾 因为中国麻烦多 那他的原文 他的原文其实讲了蛮长的一段 那我们看到时代杂志的问题是 是否排除在中国清台的状况下 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 他说的 不会排除动用美国的武力 如果把它算进来 这已经是拜登第五度 在媒体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 发表要武力护台 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包括你看到最先一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2022年9月 他说会出兵协防台湾 这是在60分钟的专访 另外2022年的5月 2021年的8月 2021年的10月 都曾经讲过类似的话 这就是拜登总统 或者是美国的态度吗 来 先请教兵哥 我觉得 这个于北城 我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人 听说他后来还是拿到邀请安 有拿到吗 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做直播 讨论这个事的时候 网友跟我讲说 他自称自己拿到 可是我昨天看他的直播 他没有拿到吧 我不晓得 这个就看他 我是觉得这个很好笑 就是你自己都说 你当过学子部指挥官 你跟绿营关系又这么好 你如果真的没有拿到邀请安 你又那么想去 你不会私底下去讲 你一讲 我想应该就有了吧 你去脸书上跟人家小编留言 到底还干什么 有点影战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在影战 他就是故意在讨拍 然后故意要显示出 你看我这么爱台湾 结果我却被排挤 他就是想要趁机在炒作一波 网路声量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意义的 老实说他 当他走到这条路的时候 已经变成喜欢他的人 可能就是永远都很喜欢他 讨厌他的人 恐怕就是非常非常讨厌他 而且会越来越讨厌 因为他讲话超级不合逻辑 特别是他过去那些 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就不讲 他这一次为了呼唤王义川 可以直接讲出来说 在电视节目里头 胡说八道有什么关系 乱说有什么关系 他说在电视机前面不能乱讲吗 对啊 他意思就是可以乱讲 他不就这个意思吗 我都很怀疑那一天 节目的主持人在听他这样讲话的时候 你怎么没喊咖 因为他现在 他在你的节目上讲就代表 他在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宣誓说 我们节目就是胡说八道的 你们干嘛一直看 不就这个意思吗 然后你们还继续播出 这不是很好笑吗 我都不知道 未来再请余北辰去上节目的 制作单位 你们都没想过一件事吗 你们的来宾跟大家保证 我们都是胡说八道的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我不知道观众为什么要看 那你们为什么要请 如果你们是娱乐性节目 你定会是这样 那我不反对 反正就是博君一笑 那如果你们自认为 自己是严肃的 争论性节目的话 你们的来宾 包括王毅川 包括余北辰 公然告诉你 我们就是胡说八道了 那请问怎么办 你的观众到底 以后他讲的话 是要信还是不要信 我真的觉得 这种逻辑死亡的人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真的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 如果没有发邀请函 没有发给他是对的 我说真的 如果我跟他是同学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到底是该承认 他是我同学 还是不该承认 他是我同学 我都想不出来 那两岸关系 现在当然是越来越紧张 以赖兴德目前 这种态度的话 想要不紧张 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可是问题是 拜登真的要保卫台湾吗 你看他讲了这么多次 好像他真的要出兵 保卫台湾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仔细去看 这次的访问 时代杂志访问他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 因为他问他 你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情况下 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 他说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 其实记者有追问 你是说要出兵吗 他说动用武力有很多种形式 那是什么形式 嘴炮也是一种武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每一次拜登这样讲之后 白宫马上就去帮他擦屁股了 就说没有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怎样怎样 那这次拜登自己都解释非常清楚 我们会动用武力 但是那个武力不一定是出兵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如果把台湾的未来 寄托在一个 快要80岁的老人家 他到底说的是真话还假话 你不觉得台湾未来 真的是风雨飘摇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 这种东西 他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我们应该要很确认 自己手上到底有多少筹码 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这才是我们要问我们的总统 问我们的国防部 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防部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是 来 将军 你要讲拜登讲这个话 那不就是于北辰讲的吗 电视上可以乱讲吗 我们当这个评论员 那是靠自己的专业跟常识 那美国出不出兵 我们太清楚了 那美国打博弯战争 他要准备六个月 因为他不可能调度 现役军人有这么多 六十万人 五十八万人去动用 你要找National Guard 训练四个月 再分图应输 出兵应该定义是这个 但是拜登 为什么语言不详呢 我已经很看清楚 你的能力了 航母都不敢靠近 他只能靠什么 滨海战斗团 在小岛上放上Tom Hawk飞弹 这个火网可以 照他们夸大地来算 可以从韩国 日本 燕美大岛 石环岛 琉球 到菲律宾 这种小部队带少数的飞弹 讲良心话在世界性的 大国制战争里面 就放个烟火吧 放不放还要看他有没有胆子放 放的效果能不能阻止人家 一波又一波的武力犯台 所以这个东西 为什么美国记者再三逼问 他没有讲他派部队来 因为我们看你的部署非常清楚 你的航母开始往后撤 你的兵力开始往后撤 火网往前推 火网往前推死的人就少了 在一个小岛上弄个发射器 弄个几发Tom Hawk 就是虚应事故一下 但是台湾老不信不要傻傻的认为 这个就是你台湾安全的保障 这个很可悲的 乌克兰到现在你看过一个 美国兵参战没有 连美国支援他的武器 还要限制你打长打短 能不能超过界限 俄国不是就是美国头号 以前的头号敌人吗 而且你说死乌克兰加入这场悲惨的战争里面 你给的东西只有让乌克兰死更多 好 今天回头带到台湾 他对台湾的模式跟乌克兰的模式有什么两样 乌克兰说你对乌克兰你可以加入北约 今天拜登说我可以支援出兵台湾 然后乌克兰接受美国的教官训练了八年 那今天美国教官也到台湾 然后拨一个为数很少 三亿五亿美金的军员 我的老天哪 任何一个大的军购案都是百亿几十亿的美金的 你五亿十亿二十亿有什么用处呢 那而且我们要的武器你都不给 你给的就是让你打城镇作战 消耗台湾老婆姓炮灰的一个打法 所以这个东西再蠢的人都应该有所省觉了 把自己的国家安危在人家在山火的一个 当牺牲棋子的一个角色 你还不省觉吗 兵雄战围啊 今天已经围了四边了 你已经看到了 那个红线人家也再三跟美国讲 董军讲的就是粉身碎骨 你要去碰红线嘛 那今天我们面临在红线的前沿 还不警惕吗 是 那也请教赖老师你怎么看 于北城的炒作新闻的能力不低 因为每一次都可以因为 个人的这种耍笨耍呆耍滑机 然后引起了很多的版面 那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 他毕业于陆军官校 所以会让很多人 因为本来人家对陆军官校就有个期待 说应该你应该有个水平 但是因为他的水平实在是太反常的 反差太大 所以他每一次在耍笨耍呆的时候 都会让大家觉得太有趣了 一个将军 原来是这样的水准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那解放军打台湾很容易 因为如果将军都是这种水准的话 那这三两下就解决了 应该不是吧 我们应该不都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 因为我们隔壁有这个帅将军 可是帅将军是老一代的将军 老一代将军的水准比较高 那新一代的将军的水平是如此的话 那当然就让大家啼笑皆非了 由于他啼笑皆非 所以他很容易拿到这个网路上的声量 大家就会关注 又来耍派了 又来耍呆了 又来耍笨 这次是讨拍 因为他在告诉你说我是巨婴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拿到邀请函 我好痛苦 为什么我堂堂一个少将 一个陆军官下指挥官 怎么邀请函拿不到 而我写信给小编 小编竟然这样告诉我 我实在是很痛苦 我难道在陆军官下这么不堪吗 其实就是因为 有很多人觉得他不堪 所以邀请函不给他 好 这不打紧 他又说在网路上 可以随便胡说八道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随便胡说八道 都变成是合理正当性的 电视上 他说电视上 对 在电视上胡说八道 这变成另外一个笑柄了 然后你讲到这个大陆的北斗 大陆北斗确实是比GPS 还要更现代化 而且精准度更高 尤其军事用途的 他的精密度是更清晰的 连他这一点他都不知道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他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要问的是谁威胁你 报案了没有 破案了没有 你说蔡英文跟苏贞昌队友来关心你 那问题就在于报案了没 为什么没破案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为什么破不了案 是谁威胁你呢 好 也都没说 坦白说被威胁的我们在台面上 谁没有被威胁 但是没有人要去讨蔡英文 或者是苏贞昌来秀秀你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在于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骂台独 骂完了以后你生命受威胁 你看看内心得 卓榮胎会不会给你秀秀 不然你就试看看 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开始每天骂台独 骂完了以后 你看你开始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看看 赖昌德会不会打那儿给你 蔡英文会不会再打那儿给你 我觉得你就证明给我们看 你应该证明一次 拜登的讲话 有人说他是战略清晰 有人说他是战略模糊 其实美国的所谓的战略清晰 跟模糊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打不赢中国大陆 美国的军事实力 坦白说要介入台湾的战争 打不赢中国大陆 这道理很简单 为什么说很简单 乌克兰的战争 而且是地面接界的 美国都不敢进去打 而且常规战 美国是碾压俄罗斯 都不敢打 为什么 因为说俄罗斯有核武 所以不能打 难道中国大陆没有核武吗 也有核武 所以也不能打 问题就在于 如果打常规战 台湾是海岛 美国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这个是摆明的很简单道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拜登永远在讲模糊的话 他的模糊就是我不敢打 但是我要骗台湾的人民 把台湾当工具